每次如厕后,看着马桶里一成不变的一抹颜色 你是不是也很想改变这朴实无华且枯燥的世界呢? 早在2014年,美国如厕圈严重内卷 一些商家掌握了财富密码 推出一种叫做Glater Pills的胶囊 号称吃下去可以让你的便便变成彩虹色 但是各种评论报道和当事人的现身说法表明 吃下这种胶囊有时并不能拉出精箱 反而会引发肠脑疾病 有没有健康一点的方法 让我们能拉出彩虹屎呢? 一般来说,正常的屎是浅黄色或棕黄色的 这是因为在食物的消化过程中 胆质中的胆虹素被细菌还原成无色的胆素源 胆素源接触空气被氧化成棕黄色的胆素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屎黄色了 然而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只要你生吃一个红心火龙果 不仅能把你的食染红,还能让你尿出一杯葡萄酒 红心火龙果富含甜菜红素 这种色素在人体内很难分解 会随着粪便和尿液排出 同样,许多绿色蔬菜也有上色的功效 如果吃了很多西兰花,菠菜等绿色蔬菜 有时候会让屎变成绿色 因为叶绿素会随着没有完全消化的蔬菜组织排出 如果吃了很多蓝莓,西莓,黑加仑,紫甘蓝等紫色果蔬 就会收入大量的花青素 如果花青素的量太大 石油过了太久 黄色就会变暗 你呀,就有可能会拉出一坨 蓝香 另外,很多人都有吃火锅时吃了很多鸭血 导致第二天拉出黑香的经历 这是因为红细胞中含有铁元素 在消化道会和食物中的含硫化核物结合成为黑色的硫化亚铁 一次性吃下很多奥利奥和黑色巧克力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不过这个是因为它们中含有可可粉 如果你没有吃上述这些食物 仍然拉出了黑香 就要警惕是不是消化道出血了 请及时去医院做检查 热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我们到这儿仍然没有提到彩虹石 但是该有的颜色都有啦 彩虹石的理论基础已经成型 剩下的就靠大家亲自去实践了 愿言温馨提示 请不要给后台发拉石的照片 秋秋热